今天韩国论坛上有网友发表了一篇 现在的偶像都无法做到的公开恋爱传奇故事 引起网友热烈讨论 而该篇文章的主角正是20年前的吴忠赫 以及女演员李多熙 据了解当时身为男团Click B成员的吴忠赫 在演唱会期间突然当众告白 现在我爱的女人来到了这里 接着舞台灯光编对绝了坐在台下的李多熙 而后吴忠赫还表示这个女人就是我爱的女人 让当时年仅18岁的李多熙听得相当感动 事后李多熙也在Click B的关卡上透露自己的心境 他表示一开始还在犹豫到底要不要去现场 但害怕如果不去自己会后悔 所以最后还是去了 虽然交往的事情公开后很多人都在骂我 但我能够理解 而且我很爱欧巴 虽然大家是以吴忠赫粉丝的身份爱他 但我是把吴忠赫当作男朋友去爱的 真挚的发言让不少粉丝选择祝福他们 但大多数的粉丝仍无法接受 扬言要退坑 而饱受舆论压力的两人 最终也只交往了一年就分手 让看到这篇文章的网友们纷纷惊惊呼 却没想到竟然有偶像做过这种事 在演唱会上得着偶像的恋情 光想就觉得崩溃 希望我家偶像不要做这种事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